请坐 你是来应聘法务特助的吗 是 虽然在应聘条件上 法务特助的学历要求是本科 但是我们的要求是硕士以上 你怎么能来说服我降低这个条件 不能 你的意思 你自己选搞你自己应聘失败了什么 我有我的看法 说来 听听 虽然我无法说服你降低标准 因为标准是人定的 但是我是看到贵公司的招聘书 招聘书上的应聘条件我完全符合 所以今天我才来这里应聘的 如果您您是更改了应聘条件 也就是说您大方便违约 如果因此我应聘失败 我完全可以向贵公司提出要求 承担我的来回费用 以及我心里期待着落空 而产生了精神损失 好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那如果我再继续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让你回去等消息 其实你在我心里 已经被列入了不录取的名单 你会怎么办 一个不讲究缺精神的公司 他们需要的法务特助 我做不了 可是我们在行业里面 是最高的待遇和最好的福利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还坐在这里 没有转身就走的原因 陈小姐 我们顶峰是一家综合系统系统系统 不是单一的律师事务所 所以法务特助这个职位 他的工作范围很大 甚至跨足到其他的工作领域 你可以吗 比如 比如 营销战略 你现在把这一支笔推销给我 我不知道您眼中的销售是什么 但是在我看来销售绝对不是 多看两本书或者刷刷嘴皮子 就能把东西卖出去了 我认为 要完成一个销售行为 必须要清楚地定位自己的产品 客户以及客户需求 要让客户认为自己的购买行为 已经超出了 他的心理期待值 所以 您的要求我肯定回答不了 很好 陈小姐 我对你很满意 不过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面试官 如果他也通过的话 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真的吗 谢谢 易泽 我给你介绍一下 陈小姐 很优秀 符合我们的条件 我怎么 你来认识吗 你是爱应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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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行吗 那好 我告诉你 连事不成功 离开走了 为什么啊 你公报私仇 我们顶峰根本不需要你 好 那你说说 你们顶峰为什么不需要我 那我给你出一道题 我们有一个物业在教授以后 那个业主发现在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 导致到后期他接收到了这个业务有渗水的问题出现 进行投资 要是你来处理 你会怎么办 应当没修 如果影响了居民的居住 可以退房 这是你的答案吗 这不是我的答案 这是法律法规的答案 那我们要你来干吗 我直接去看法律法规得了 如果你不退房你就是奸商 如果你绕开这个问题就是不法商人 更何况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只要严格把控指标 所以我就说你根本不适合 你这是强思夺理 强思夺理又怎样 我说你不适合就不适合 我告诉你 这一次的蔑视 你失败了 请回吧 这么霸道这么不讲理 你以为鼎服是你家的吗 是他家的 你怎么 他不是我 还不稀罕 陈娜姐 我说你这个题目也太刁钻了吧 这现实身上就有更多的难题 都可以更刁钻的 不对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难受啊 这段时间我跟他有了几次接触 我稍微了解一下他的性格 他这个人固执冲动 又自以为是我们现在要的是忍耐 有他在此后给我们添麻烦的 一则 我们找的是法务特助 又不是找老婆 还要求什么性格 记住 您去不来 记住 您去不来 喂 小兰 是不是啊 好啊 那晚上见吧 好啊 拜拜 还是你这哥哥情 我约小兰吃饭 他都不理我 你想来 那几块来啊 算了 他只要你有事 我就不去了 那你想来 是 斯董 您那个留字比较复杂 需要多做一些检查才能确诊 但是您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斯董 还要回公司吗 要不然送您回去休息 休息什么 我还没到那个地方呢 对对对 是我说错了 记住了 我检查完身体提前回国的事情 不要透露 我的身体状况不要外传 斯董放心 医院那边我也打过招伙 哦 对了 之前我们那个项目 渗水纠纷的调解方案 我已经看过了 问题主要是出在我们这一边 对业主的补偿 要放宽一些 好 我回去就安排 顶峰现在是做大了 但是原则不能丢啊 尤其是法务 不能心黑手辣 不然 会出大问题的 你不录取我 我还不稀罕 喂 哎呦 就别提了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 嗯 怎么开的车呢 斯董 您没事吧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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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撞了 起来吧 你把我撞得这么惨 我起不来 我的腰啊 腿啊 腿都断了 我起不来呀 哎呀 你别撞了我出来 行车记录你了 我没转你 哎呀 合着你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把我自己给撞了 你看有没有人性啊你 哎 大家都看一看啊 大家都过来帮我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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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董 要不我给点钱去打吧 不许 中国的社会风气 就是这么被败坏的 我们有行车记录仪 我们怕什么 可是这事闹起来 公司的法务部 肯定会出的消息 那您提前回国的事 不就暴露了 算了 给他点钱吧 这样 回去啊 你让法务派一个人 过来盯着他 省得他再去害别人 起来啊 别动啊 你干脆压死我 得了 哎呀呀 疼死我了 哎呀呀 哎呀 这钱挣得踏实吗 关你屁事啊 拿来吧 如果我们司机刚才没踩住刹车的话 你现在可就完了 哎呀别废话 给我啊 等等 你不用赔他钱 你谁啊 关你磕事啊 全程我都已经看到了 你这是在讹人 对对对 他突然出过来吓我一跳 开起来吧 否则你还要赔钱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被车撞了 我赔钱 啊 你脑子进水了 司机师傅 待会儿招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 他们对这辆电瓶车进行建策 我看这辆电瓶车 已经达到机动车的标准了 根据电动摩托车 国家标准的规定 四十公斤以上 时速在二十公里以上的两轮车 统称为轻便电动车 或者是电动摩托车 都是按照机动车辆管理的 如果检测出来 你这辆电瓶车是超标车 然而你又没有摩托车驾照的话 你这属于无证驾驶 应该处以三百到两千元不等的罚款 还要处以十五天以下的拘留 如果你有汽车驾驶症 还要备扣十二分 对了 我还要透露一下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 都是超标车 现场很明显 你就是骑着这辆超标车 横穿马路 然后撞着这辆车子 所以你应该负全责 四季师傅 这个地方补一下漆 需要多少钱 多少钱 快说 这漆是进口的 大概一万多 而且 从你靠近这辆车子开始 我就一路跟拍 这个到时候就是证据 我死丫头 你狠啊 你比老子都狠 等等 小姑娘 你今天的表现可是非常不错啊 帮我解了围 还用手机给录下来了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法律的 看到这种人不能不管 要不社会风气就坏了 律师 哪个事无所大 我刚毕业正在找工作 知道吗 知不知道 有一个叫顶峰集团的 想不想去试试 顶峰 不去 为什么 他们看不上我 我也看不上他们 再见 好 哦 对了 小车 回公司查一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多四众 这姑娘 有点意思